今天要來講福利 那什麼叫做福利 以前國小跟各位說一個東西 國小朋友講話機密的 沒講那麼深 國小呢 那這樣子福利你們應該會比較有感覺 那對於福利來講什麼東西叫做福利 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所以有浮起來的東西 叫做有福利 所以沉下去的東西有沒有福利 有 其實還是有福利 所以什麼叫做福利 福利簡單的來講 它是物體呢 只要進到液體中 這個物體呢 它會獲得一些往上的力量 而獲得這些往上的力量 我們就把它叫做福利 所以呢如果你浮起來了 就代表什麼呢 你的重力都被抵消掉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沉下去了 就代表你的重力其實沒有被完全抵消 對吧 所以對於福利來講呢 我們說什麼叫做福利 來在這裡呢 我們先從力平衡的角度來切入 我們先用力平衡的角度來切入 所以我們說什麼叫做浮起來的東西 浮起來的東西 我們把它稱之為浮體 對吧 所以浮體它有一個特性 什麼特性呢 因為它只定在這個位置 所以按照力圖來畫 我們要先畫什麼力 是不是先畫超距離 所以呢我們可以說 噢所以它的重力往下 但是呢 什麼東西往上 浮力 那浮力為什麼你會知道浮力 為什麼 不是 是因為除了水以外 這個東西它還有沒有接觸到別的東西 沒有嘛 所以超距離被排除之後 接下來就只剩下接觸力 對不對 所以因為它跟水有接觸 所以水是唯一被懷疑的對象 所以水就是唯一的兇手 所以水給它什麼力 給它足以抗衡重力的浮力 所以我們說呢 對於一個浮體而言 浮力就會等於重力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很直接的來想 如果呢 今天一個胖子 50公斤 丟到水裡面 浮起來了 所以呢 這個胖子 浮起來了 所以呢 它的重力就是50公斤重 對不對 可是它浮起來了 所以 我想就50公斤算不算胖子算了 所以呢 這個50公斤的胖子 如果丟到水裡面浮起來了 就代表什麼 浮力等於重力 所以這個胖子就獲得了多少浮力 50公斤重的浮力 50公斤重的浮力 所以像我 我呢 大概 85吧 85呢 丟到水裡面浮起來了 所以我就獲得浮力 85公斤重 OK嗎 所以呢 如果我丟到水裡面 沉下去了 那代表什麼 水浮飄呢 為什麼會浮起來 為什麼會浮起來 水浮飄 水浮飄實際上那個後面再講 它實際上是藉由排開議題 來獲得浮力 這後面再講 所以呢 像船 船的大小來 船的大小我們都怎麼算 有多大小 排水量 對 排水量 所以船呢都用什麼呢 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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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作為排水量 那這個排水量其實就是船的大小 所以排水量越大 船就越大 所以呢 排水量呢如果是一噸的船 代表就是它 可以排開一噸的水 所以這個時候 它船如果在陸地上面 放在磅身上面 秤重量就是多少 一噸 OK嗎 好 可以理解嗎 所以20噸的船浮起來 所以浮力就有幾噸 20噸 所以呢 你幾公斤 45差不多啦 隨便 45 好爽喔 好爽喔 我們要去 偶爾讓人家開心一點 說一點 上去的話 是正常的 所以45公斤就要在水裡面浮起來了 所以浮力就多少 45 你不要抽破刀 對 讓它爽一下 讓它開心一下 官方體重 好 這太輕了吧 官方體重 對不對 來 來 會像妳 妳看起來那大隻應該有55 哪些 哈哈 我沒有 你們蠻高的嗎 算55啦 所以呢 55高到水裡面浮起來了 沒有 所以浮力就是 55 55 OK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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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這裡 你們國小呢 都會跟你們 你們國小的時候是不是有跟你們講 欸 如果一個東西會浮起來 代表它的密度 鼻水 小 還要小對不對 嗯 所以呢 可是在這裡想一下喔 密度鼻水小會浮起來 那像金屬密度鼻水大應該要 沉下去 結果船有沒有沉下去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說浮力跟密度會有絕對的關係嗎 沒有 好像沒有絕對的關係喔 所以呢 但是在哪裡還是可以成立的 在石心的物體中還是可以成立的 OK嗎 所以你石心的鐵塊丟到水裡面 放心好了一定沉下去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說 如果一個東西它會浮起來 就代表物體密度實際上怎麼樣呢 它其實是小於一體密度的 OK嗎 那就是小於一體密度的 那我們反過來講 我們說 那什麼又叫做成體呢 那成體我們看樣子 它已經沉在杯子底下了 對吧 它已經沉在杯子底下了 對吧 所以呢 它的重力一樣往下 可是它卻得到了什麼呢 因為它跟一體有接觸 所以呢 它得到了浮力 而且它也得到了 來有沒有發現到這個區域 它跟杯子底部也有接觸了對不對 所以杯子也把它往上撐 所以杯底的支撐力也把它往上撐 所以這會導致什麼呢 重力會等於浮力 加上杯底的支撐力 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什麼呢 就是重力實際上是大於浮力 所以呢 85公斤 85公斤 丟到水裡面沉下去了 代表我的浮力不大 85公斤 所以才會沉下去 OK嗎 所以呢 如果說我 或者說另外一個東西 譬如說石頭 一公斤的石頭 啪咚 丟到水裡面沉下去了 啪咚 所以代表它獲得的浮力 有沒有1公斤 很大一公斤 所以它才會沉下去 可以理解喔 好 所以呢 在這裡呢 記住囉 浮體跟層體 最直接的關係就是什麼 浮體的浮力要等於重力 但是層體的浮力會比重力還要更小 所以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那我們接著再來想一下 那我們說啊 我們在水裡面呢 游泳的時候 不管你是扶著游泳 還是呢 讓水呢 大概到你的腰部 在這種水池裡面玩水 不管是哪一種 你最後 你想要離開游泳池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感覺 當你爬上樓梯 往上一格 你就會覺得身體 被往下拉 會覺得身體好像變重 對不對 會嗎 這樣子代表你還游得不夠久 當你游得夠久的時候 你要上岸的時候 你會覺得 靠怎麼身體那種重 對不對 實際上是身體變重了嗎 是 你會不會在水裡面就變得比較瘦 然後呢 一上岸就變得比較胖 會嗎 不會嘛 所以實際上 你的重力有沒有改變 沒有 你的重力不會因為你躺著趴著 在陸地上還是在水裡面 會有所改變 所以這種情況下 那改變到底是什麼 改變的其實是福利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說什麼叫做福利呢 來在這裡 記住囉 福利的第二個特性是什麼呢 福利實際上 它呢 可以等於物體在流體中 主要這裡 我們呢 這裡講的是液體 指的是物體在液體中 或氣體中所獲得的福利 往上的力量 所以這個力量會導致我們感覺什麼呢 重量好像變輕了 可是實際上重力有沒有變 沒有變 所以這裡呢 我們可以說什麼叫做福利 簡單的說 福利就是物體在液體中所減少的重 可以理解嗎 好 所以呢 簡單的說 來看好囉 如果今天這一個胖子 你看我幹嘛 來 它在地面上 踩在磅秤上面 來磅秤顯示100公斤 重 所以呢 這是一個水池 那呢 這裡呢 就是水 所以當這個胖子呢 越往下的時候 這個胖子呢 越往下的時候 來 它的重量會不會變 不會啊 不會 可是它在水裡面 記住它的重力不會變 對不對 可是它在水裡面 踩在磅秤上面 居然顯示是多少呢 80要求 所以代表 它變瘦了 健肥成功 所以它一下水 它的時候就被割掉了 太恐怖了 來 所以呢 這代表什麼 它因為進入到水中 所以它得到了幾公斤重的福利 22 所以在這裡呢 重力100 磅秤往上支撐也100 結果這裡呢 重力還是100 結果磅秤往上支撐只有 80 所以代表的福利要多少 20 福利20 福利就要20 所以如果它再更深一點 你們覺得會怎麼樣 福利會越遠 福利會更多 所以這個磅秤顯示的數字 就會越來越 小 所以假設到這裡呢 剩下50好了 所以代表什麼呢 有可以變得老 可以變得老 所以代表它獲得多少福利 50 的福利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呢 大家在這裡 所以只剩一顆頭在這裡 結果這個時候只剩下 20 所以這個時候福利有多少 80 80 所以接下來 讓我幫忙 讓我不要上廁所 蛤 蛤 去了 所以呢 最後呢 它呢 只留下鼻子在 一體表面 結果這個時候 它有沒有踩在磅上面 有沒有踩在磅上面 沒有 所以這時候磅秤顯示就是 0公斤狀 所以呢 我們說以福利而言 這裡的福利 有沒有福利啊 沒有 對不對 這裡呢 獲得多少福利 這裡就獲得了 20公斤的福利 這裡獲得了 50公斤的福利 這裡獲得了 80公斤的福利 而這裡呢 就獲得了 百分之百 一百公斤重的福利 所以它才會整個 浮起來嘛 對不對 所以記住 浮體的浮力 就是它的重量 OK嗎 就是它的重力 而呢 一個浮起來的東西 它在水底下 其實是踩不到磅秤的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 對磅秤施力 可以理解喔 死心的嘛 重的嘛 撐下去啦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會說什麼叫做浮力 所以記住了 福利會等於 物體 在液體中 減少的重量 可是實際上 重量會不會變 實際上重量不會變喔 所以物體在液體中 減少的重量 OK嗎 所以我們會說什麼呢 空氣中的重 減掉什麼 空氣中的重 減掉液體中的重 就是浮力 可以接受嗎 空氣中的重減掉液體中的重 就是浮力 可以理解喔 所以這是浮力的第一個定義 所以我們再來想 那 如果今天 有一艘船 它沉到水裡面 一艘一噸的船沉到水裡面 結果我們發現 它沉了 所以代表 這個時候 它浮力有沒有一噸 沒有一噸 所以我們想把它吊起來 對不對 如果我們想把它打 然後想把它吊起來的話 我發現呢 我在岸上 要用 600公斤 才有辦法 把它從水裡面 慢慢的拉起來 那這代表說 它在水裡面 獲得了幾公斤的浮力 我這裡用600公斤 才拉得起來 所以它原本重一噸 所以它的浮力就只有多少 400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 代表說 如果我越把它拉出水面 它就會越來越重 所以等到完全離開水面之後 它就會變成原本的重量 一公噸 OK嗎 所以呢 我說浮力呢 它有一個特性 如果你是沉體的話 它不會因為你沉的有多深 它會改變浮力 可以理解嗎 它不會因為你沉的有多深 而改變浮力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們呢 要記一個東西 我們要記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那呢 物體呢 在液體中所減少的重量 就叫做浮力 所以這是基本題目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我們很快的呢 來點一下 這裡的基本題目 這裡的基本題目 所以石海不死 來石海不死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故事 所以當我們人 我們把人丟到石海裡面的時候 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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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石海的浮力很大 對阿 石海的浮力很大 對阿 石海的浮力很大 很小 欸 好 所以呢 來 嗯 所以呢 在這裡記住囉 一個貢丸 丟到油鍋裡面炸 它浮起來 炸貢丸啊 那一個貢丸 丟到湯裡面煮 它也浮起來 一個貢丸 丟到肉雞裡面煮 它也浮起來 肉羹 肉羹它 所以呢 請問一下 哪一個浮力大 一樣 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浮體 浮體的浮力就等於重力 可以理解齁 所以呢 在這裡要特別注意 你只要你一開始就可以判斷成浮體 你就可以判斷這個東西的浮力有多大 對吧 可以理解齁 好 來 所以呢 接著再來看一下 所以一艘船有五噸 它浮在海面上 浮在河流裡面 浮在湖泊裡面 哪一個浮力大 都一樣 都一樣 因為它都是浮體 對不對 所以浮體的浮力就要等於重力 沒問題齁 好 所以呢 浮力呢 我們剛剛說 它除了可以一開始用力平衡切入去理解它以外 接下來我們還可以用什麼角度去理解它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扯到那個傢伙叫做阿基米德 所以呢 阿基米德呢 來 這個裸奔狂 裸奔狂的始祖阿基米德 那這阿基米德呢 他用這個方法來測到一個東西就是 什麼呢 測到 好 他發現的阿基米德 黃金 所以他到底要怎麼測 來 那我們呢 把阿基米德的故事講清楚 阿基米德呢 一開始他為了測黃金對不對 為了測黃怪 所以呢 他在測的過程中 他發現到一件怪怪的事情 黃金做出來的黃怪 他不能破壞它 所以他很難驗證 這是真的黃金還是假的黃金對不對 所以他首先想到了一個方法 叫什麼方法 排水法 排水法 所以呢 用排水法可以測 不規則物體的體積嘛 對不對 對阿 對阿 沒關係我們呢 順著這個邏輯下來 所以呢 他用排水法 把黃罐的體積測出來 對吧 所以測出來之後 只要 他又丟入一樣多的黃金顆粒 這個時候會怎麼樣 排出一樣多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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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出一樣多的體積的黃金 對吧 這時候呢 兩個體積就應該要一樣 所以黃罐 金黃罐的體積跟那個什麼呢 他丟進去的那個小金塊的體積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當兩個一樣的時候 重量也應該要一樣 對吧 所以擺在天平的兩端 天平應該要維持平衡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後來的人把這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把這個性質叫做什麼 密度 對不對 相同物質 相同狀態 就應該要有相同的性質 所以就會有相同的密度 對吧 可是呢 阿基米德呢 又發現了一件很怪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他發現 他把黃罐丟在水裡面的時候 黃罐其實是會變輕的 所以簡單的來講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裡有個天平 這裡呢 掛著就是 那一個黃罐 所以呢 假設在這裡啊 我們呢 掛一個砝碼 結果這個時候 他是等重的 可是當我們呢 把這個東西 泡到水裡面的時候 然後 這個天平呢 卻會怎麼樣 這裡會往下 這裡卻會往上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黃金在水裡面變輕了嘛 對吧 所以會變輕嗎 不會 所以實際上是獲得福利 所以呢 因為阿基米德當時的年代 只有天平這種東西可以用 沒有彈簧秤可以用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後面我都用彈簧秤 給各位理解一下 所以呢 後來呢 阿基米德呢 就開始做實驗 什麼實驗呢 他就這麼做 他就呢 準備了一個秤 所以呢 當他秤這個物體的時候 假設這物體就是黃罐 當他這樣子秤的時候呢 是200公克 這個 所以呢 他開始把這個東西 放到水裡啊 結果他發現一件很妙的事情 杯子放在這裡 結果開始加水 所以水碰到 這一個東西的底層的時候 這個時候重量就會開始 變輕 變成多少呢 變成190 結果他加越多水 水淹過這個東西的高度 淹過越高 好像就會 越輕 所以他把水淹到這裡的時候 這裡只剩下130 結果呢 最後 他把水怎麼樣呢 通通都 淹過這個東西之後 這個時候呢 剩下什麼呢 110 只剩下110 來 那呢 比較有趣的是什麼呢 比較有趣的是 比較有趣的是 是當他 是當他 開始把水 加得更高的時候 來 這裡 依然顯示 110 所以呢 我們說 第一個 浮力 有一個特性 好像 什麼特性呢 你在水裡面 越深 獲得的浮力 好像就會 越大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講 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你看這裡 它越深了 可是浮力有沒有越大 沒有 所以浮力到底是什麼 浮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知道在這裡 浮力是排開 對不對 我在這裡可以知道 浮力是物體在液體中 減少的重量 對不對 所以這裡沒有浮力 對啦 所以這裡浮力幾公克 10 這裡浮力 70 到這裡浮力 90 可是 為什麼我水泡得更多浮力還是90 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浮力 浮力被什麼東西控制 跟深度有沒有關 沒有 好像沒關 所以呢 那到底跟什麼東西有關 跟物體在液體裡面的體積有關 所以呢 你排開的液體 越多 它的浮力就越大 所以阿基米人呢 後來就想了一個辦法 他呢 就在這個彈簧層下面 再掛一個東西 再掛一個杯子 所以他掛完杯子之後呢 就把這個東西 開始泡到水裡面 所以呢 泡到水裡面的時候呢 這裡呢 特別注意一下 他這裡呢 泡到水裡面的時候呢 他還刻意把杯子設計得怎麼樣呢 他還故意把杯子設計得很高 而且呢 流出來的水 都會被 收集起來 OK嗎 流出來的水 都會被 收集起來 OK嗎 所以呢 來 特別要注意喔 所以呢 我們說 假設這一組裝置 還沒有進到水中的時候 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假設這個東西 它的重量是 加了杯子 你們覺得加幾公克比較好理 50毫 50毫 對啊 原本200 加個杯子應該 250 那就算250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有250公克 結果看好囉 當他把這個東西呢 泡到水裡面的時候 這時候呢 有一些些水 滿出來了 有一些些水滿出來了 結果呢 這些水呢 滿出來之後呢 也導致了什麼 這一個東西變輕對不對 所以變輕變成多少呢 變成 230公克重 所以水 滿了一點點出來 結果呢 阿基米德就很好奇的 就幹嘛呢 把這一杯水 拿回來 加到這個杯子裡面 結果不加 沒事一加 下去 變成多少 沒有人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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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又變回250 有沒有 他又變回250 結果呢 在這裡 滿出來的水再倒回來嗎 我一開始就裝滿了 他要滿出來 因為他滿出來 所以他再倒回去 他是倒到上面這個杯子 他不是有一個杯子 上面這裡這個杯子 他是把這一杯水倒進去這個杯子裡喔 所以呢 在這裡 當他呢 讓這個東西又泡得更深之後 一樣 油水滿出來了嘛 對不對 結果滿出來之後 滿出更多的水 結果他發現 這裡的毒素變成什麼呢 變成190 所以來在這裡 獲得多少福利 從250變190 所以獲得了60公克重的福利 對不對 所以他就很靠奇 又把這一杯 滿出來的水 而且是滿出更多的水 把他倒回去 結果倒回去 他又變回250 所以他終於知道了 福利其實跟什麼有關 跟排開的液體重有關 所以來 在這裡記起來 他說了 福利會等於什麼呢 福利會等於排開液體重 所以福利會等於排開液體重 所以來想像一下 今天你在洗澡的時候 要去泡澡 一隻腳踩下去 滿出一公斤的水 你就獲得多少的福利 一公斤重的福利 所以兩隻腳踩下去 滿出兩公斤的水 你就獲得 兩公斤重的福利 所以一屁股坐下去 滿出了二十公斤的水 你就獲得了二十公斤重的福利 對不對 所以船 一艘一頓的船丟到水裡面 排開一公噸的水 就代表這一艘船 獲得一公噸的福利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齁 所以阿基敏德利用這種方法 他得到原來什麼叫福利 福利其實並不單純跟密度有關 他雖然可以知道是什麼呢 物體在液體中減少的重量 可是呢 他也會等於什麼呢 排開的液體重 可以理解嗎 所以他排開的液體越多 他所獲得的福利就會 越大 有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排開液體重 又跟誰有關 所以 回到這個圖 你看 你泡在水裡面 你泡得越深 跟泡得越淺 你滿出來的水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福利又會等於什麼呢 看好了 福利又會等於物體在液體裡的體積 也就是液面以下的體積 對不對 那液面以下的體積 在乘上什麼東西 液體的密度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呢 排開液體重 又會等於什麼呢 又會等於 液面下的體積 我們要把D 乘以液體密度 V 都會等於 我會等於 乘以液體密度 所以在這裡 這個東西 就會寫成什麼 V プラ 乘以D L 所以這組東西 我們就把它叫做什麽 阿基米德原理 有沒有問題 所以福利的概念 我們到這裡就加完了 概念到這裡就加完了 所以福利它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要先判斷它是成體還是福體 只要它是福體 沒什麼好講的 福利一定等於重力 對不對 那如果它是成體 有沒有什麼好講的? 也沒有 因為這個時候代表福利比重力還要更小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從利平衡判斷的時候 我們福利的定義也會出來 所以等於說 你一個東西如果在地面秤是100公斤 丟到液體裡面秤 變成60公斤 那代表福利有多大? 40 福利就40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物體在液體中所減少的重量 我們也把它叫做福利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說 如果我今天把一個東西丟到水裡面 結果它滿出了20公斤重的水 所以這個物體也獲得了20公斤重的福利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齁?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把這個圖形改變一下 利用磅秤我們來看 那我們說 如果今天這裡有個物體 1公斤1公斤1公斤 所以呢 我把這個物體呢 擺在旁邊 這裡有一個燒杯 這個燒杯 裝的水是5000毫升 所以我們假設杯子很輕 沒有重量 不理他 來想像一下 當我把這個杯子 裝滿水的杯子 也不要裝滿 裝了5公斤的水 5千毫升的水的杯子 我把它放在放層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磅秤會顯示多少 5公斤 5公斤嘛 所以就是5000公克裝 對不對 好 問題來囉 問題來囉 我把這個1公斤的東西丟進來不動 所以會發生什麼現象 第一個液體表面會上升 對不對 再來 重量要變狀還是變輕 還是不變 來 我們假設丟下去之後 它是浮起來的 它是浮起來的 所以磅秤要顯示多重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這個5000對不對 這個5000對吧 對 這個東西1公斤對吧 對 你把這一顆球擺在旁邊 6000 6000 所以你丟下去它還是 6000 6000 所以它浮起來了 要不要合在一起 要 所以它還是6000 好 可是問題是 它這裡是5000毫升 結果你加了這一顆球 它浮起來了 所以這裡會顯示多少毫升 它浮起來了嗎 浮起來了嗎 浮了 浮了嗎 所以浮力就等於 重力 可是它排開多少水 我知道嗎 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 它獲得浮力 要等於重力 對不對 所以浮力就 跟重力一樣 都是 1公斤 所以1公斤的浮力 就要排開 1公斤的水 排開1公斤的水 體積就要往上增加 1千毫升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6000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也可以知道說 那如果今天我把這個 1公斤的東西 都丟到水裡面 結果怎麼樣 它 沉下去 所以當它沉下去的時候 重量多少 重量多少 想像一下 分開裝 跟一起裝 有沒有差 沒有 沒有差 所以你這裡 6000 這裡也是 6000 好 可是問題來了 它沉下去了 所以沉下去代表 浮力比重力 浮力比重力還要小 所以排開的液體重 沒有這個物體那麼重 對不對 所以物體1公斤 排開的水有沒有1公斤 沒有 所以這裡呢 就會介於哪裡呢 就會介於 5000 到 6000 之間 所有的數字 都有可能 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所以呢 想像一下 但如果今天 我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不知道它多重 我不知道它多重 結果 噗咚 丟下去 水一樣用5000 杯子一樣重量不及 我噗咚丟下去 它浮起來 它浮起來了 好 那呢 浮起來之後 水是不是也會往上 對不對 水是不是也會往上 對不對 水是不是也會往上 可以理解喔 好 所以呢 在這裡 聽好囉 如果一開始5000的水 我呢 放在磅秤上面 它就顯示 5公斤重 對吧 結果現在這個東西 噗咚丟進來 水位上升了 它也浮起來了 而且這個時候水位來到多少呢 水位來到五百 五千五百 毫升 所以這個時候 底下要顯示多少 五千五千五百 五千五百 五千五百 還是五百 五千五百 五百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方是五百 對 那個東方怎麼樣 是五百 為什麼你確定它是五百 福利的重力 對 知道了 所以福利體的福利的重力 這個角度 它可以從很多角度切入 所以這裡保持腦袋靈活 所以你看到它 原本五千 變成五千五 所以排開水就是 五千 排開水就是五百 對不對 所以它排開五百毫升的水 就相當於排開五百公克的水 對吧 所以代表它獲得福利 五百公克 結果它又浮起來了 所以福利就會等於 重力 所以你把它撈出來放旁邊 它也是 五千五千 對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五千五百公克重 對吧 可以理解喔 所以呢 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它多少 結果我 不懂 丟下去 它也變成了五千五百毫升 結果它沉下去了 所以這個放秤會顯示多少 大於五千大 就要比五千五還要更 下 大 因為它獲得福利五百 對不對 可是福利夠不夠支撐它 不夠 所以代表它的重量其實是 大於五百 所以這裡呢 得到的數字就會 大於五千五百 可以理解嗎 可以齁 所以這種題目呢 要特別小心 要特別小心 可以理解齁 好 所以我們呢 再來 開始有數字齁 那如果今天我這裡有一個東西 60毫升 而且呢 密度是 0.8 的酒精 OK嗎 可以接送齁 算了我用 這裡再加個 600毫升齁 600毫升 密度0.8 好 OK 你們已經很迅速的踏入第一步 密度0.8 重量就是 4.8 好 所以今天呢 我把一個不知名的東西 不動 丟進來 來 那這個東西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它的重量是 60公克重 結果 動 丟進來了 結果它 怎麼樣 假設它浮起來 OK 所以丟下去之後它浮起來 還沒結束喔 它浮起來了 好 可是它浮起來之後呢 它 它的體積 變成了 750毫升 來 跟正 對不起 這個數字有點蠢 換個數字好了 來 尤其這個數字有點蠢 160公克重的一個毛物體 不動 丟進來它浮起來了 所以 如果它浮起來 請問一下 在這裡 它的體積會增加到幾毫升 有沒有發現這裡給的資訊很少 對不對 可是我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 第一個判斷 它是什麼體 浮體 所以浮體的浮力等於重力 所以呢 第一個重力 等於160 所以浮力 也等於160 對不對 那我們說浮力要等於什麼 排開液體重 那呢 排開液體重 又會等於什麼東西 液面下的體積 乘液體密度 對不對 所以呢 液面下體積 VPlant乘以DL 對吧 可以理解嗎 所以呢 密度 0.多少 0.8 所以代表 液面下的體積 就是多少 所以叫200 所以就是200 所以就是200 乘以0.8 對不對 所以這個200 就是液面下的體積 對吧 所以液面下的體積 是哪一塊 就是這一塊 可以理解齁 可以齁 所以呢 代表它排開200毫升的酒精 所以這個時候酒精的體積 就會從600增加到多少 還有懷疑 800 對800 可以理解齁 OK齁 可以齁 可以齁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在這邊 這裡的題目 浮力的題目 很討厭 就是它可以體積 質量 密度 一直換 甚至於成體 浮體 它都可以換 OK嗎 好 再來 如果呢 我今天呢 又有另外一個問題 一樣160 結果呢 我從這裡把浮動 丟進去 結果丟進去之後 它變成這個樣子 一個浮起來 一個沉下去 結果呢 這時候呢 它變成了多少呢 它變成了 800 80 毫升 來 我們球 這個東西 的密度 好不好球 成體的這個球 我只是在問那個字是什麼 來 它的密度等於多少 看起來好像很難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很難對不對 腦袋有點快炸掉了 對吧 我知道 因為浮力這裡 很複雜 意思是下面那顆球 185 對 所以呢 下面這一顆球 體積就多少 80 體積就80 18公分 它有多重 一樣160 對不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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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密度就只有 所以 這種題目 有 很白癡 但是 看起來很難的題目 也有真的很難 但是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題目 對 所以 所以 在這裡呢 我們呢 就要把整個福利搞清楚的話 我們呢 最後還是得靠成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 來 回過頭來筆記 回過頭來筆記的地方 回過頭來筆記的地方 來 在這裡呢 我們說 我們呢 那根據阿基米的原理呢 我們可以得到 什麼叫做福利 來 記住囉 福利 本身 它等於什麼呢 它等於 物體在一體中 減少的 重量 它也會等於 排開的一體重 所以你排開一公斤的時候 就獲得福利一公斤 排開兩公斤的時候 就獲得福利 兩公斤 對不對 所以 它也會等於什麼呢 一面下體提起成因 一體咪咕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說呢 如果從游泳池上岸的時候 你排開的水會越來越少 所以你就會覺得身體越來越重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們說 整個阿基米的原理 它的測量方式 就是先測一個物體在空氣中的重量 再測一體中的重量有多重 並且呢 把流出來 排開出來的液體 再另外測一次重量 所以呢 可以等之 液出來的液體重 會等於 物體在液體中減少的重量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 排開液重是福利 物體在液體中減少的重量 也是福利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 就是看你的液面下體積有多大 你的福利就有多大 對吧 OK 所以呢 在這裡 我們說為什麼船會沉 撞到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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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 簡單的地方 為什麼撞到冰山 它會沉 水灌進 不知道為什麼水灌進來 它就要沉 因為太重了 來 記住 用阿基米的原理來解釋就是 它的船艙原本是中空的 對不對 所以原本可以排開很多水 對吧 結果它撞到冰山之後 就裂開來 水就灌進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排開的排水量變多還是變少 變少 排水量變少 浮力就跟著變小 變小之後 等到它的浮力 無法支撐它的重力 它就要 撐下去了 它就要撐下去了 OK嗎 所以呢 船為什麼會做那個隔水艙 船做隔水艙的用意就是什麼 就是當你破中的時候水灌進來 它可以把水擋在其中一個區塊 不要讓水一直灌進來 有 鐵蘭尼號有隔水艙 可是鐵蘭尼號的安全是 鐵蘭尼號有七個隔水艙 破兩個都還OK 結果撞到冰山 破了算 這要兩個了 對 所以它前面那兩個破洞了 所以它前面就進水了嘛 所以浮力就不夠了嘛 前面的浮力就不夠了 所以它就從船頭開始沉沉沉沉沉 然後結果船頭沉之後呢 它的那個排水艙不是有隔板嗎 這個水又滿到第三層的隔板 然後第三層隔板就滿到第四層的隔板 所以船頭就整個沉下去 然後船頭就整個被抓起來 然後最後就垂直往下 然後就下圈 然後就垂直下去 對 它垂直下去 它還在海底呢 還是海底啊 喔 有找到喔 有找到喔 第一個呢 它的重量太重 再來第二個 它是以前的金屬的東西 所以呢 幾乎都已經生鏽了 所以它身上可能也找不到好的著力 應該有 而且滿滿的吧 喔 應該有很多東西 對 對啊 那是說那什麼肉絲的裸造嗎 哈哈 火取樹苗 欸 好 OK 來 對啊 我們可以賣欸 所以呢 在這裡記住了喔 在這裡記住了 來來來 你要再講弱絲了 來 所以 這一邊聽好囉 我們說 物體的苦力跟沉默的深度有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關係 它只跟意面下的體積和意體密度有關 所以呢 當我們呢離開水面的時候呢 在這裡看好囉 從這裡變成這裡的時候呢 這兩個圖互相比較的時候呢 V普浪有沒有變 V普浪不變 所以浮力就跟著 不變 可是在這裡它是不是開始離開液體表面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時候呢 變成什麼 意面下體積V普浪 變小 所以浮力就跟著 變小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在這裡聽好囉 如果呢 這裡是彈簧秤 所測到的重量 而這裡呢 是什麼呢 離開水面的距離 離水距離的話 好 來我們呢 在這裡啊 來看一下 那這個圖呢 該怎麼畫 來 那呢 磅秤在水裡面 應該都是怎麼樣 很輕 很輕 很輕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一段幾乎都是水平 不管你沉得多深 它都是水平 對吧 可以理解嗎 所以當你一離開水面之後 你就喪失了一點點的浮力 所以它就會開始越來越重 對吧 可以理解喔 所以你磅秤的重量就開始越來越重 所以呢 到最後撐不撐得住 假設有撐住了 它就會被整個掉離開水面 對不對 所以整個掉離水面之後 還有沒有重力 還有沒有浮力 沒有 整個離開水面之後就沒有浮力 沒有浮力之後會不會再變重 不會 所以它又變成平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呢 可以呢 找到三個點 哪三個點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位置 中間的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什麼呢 就是水面 OK 中間的這個位置 大概就是水面 那我們呢 可以知道的是什麼呢 在這裡 這個位置 物體正在幹嘛 它才剛開始要離開水面 所以呢 開始離水 OK嗎 它才剛要離開水面 才離開一點點而已 所以呢 這個位置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已經 完全 離開水了 所以呢 可以接受嗎 可以喔 所以呢 阿基米的原理 難不難 還好啦 所以記住 我們這裡 只有兩個大原則 哪兩個大原則 看到一個東西 先判斷它是沉的還是浮的 浮的 接下來很簡單 它有多重 浮力就有多大 那如果沉的咧 沒辦法用 對不對 所以就會用什麼 阿基米的原理 對吧 所以呢 阿基米的原理 只告訴我們 地面下體積乘以一體密度 就是它的浮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不知道它的體積 我也不知道一體密度 那我還有其他方法 就是它排開多少水 它就有多少浮力 對吧 OK嗎 所以浮體如果立平衡 解決不了 像什麼呢 這個東西浮在水面 結果我也不知道它有多重 那我們還是一樣 回到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它排開多少水 它就有多重 對不對 OK嗎 好 所以到這裡 這些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要把阿基米的原理 跟前面的立平衡結合在一起喔 所以呢 我們把這裡呢 回到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說阿 一個物體如果浮起來 我們可以優先判斷浮力等重力 可是呢 判斷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要繼續怎麼樣 要繼續要了解更多東西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點點問題 所以我們說喔 如果這個浮體呢 它的體積 整個體積叫做V 所以從這裡以下 就是異面下體積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體積就叫做V プラ 對吧 異面下體積Vプラ 對吧 好 好 所以 來囉 我們呢就可以知道說 那 根據重力等於浮力 所以物體的重 這個數字 剛好可以跟質量數字 畫上等號 對不對 在地球表面可以畫上等號 所以重力就會等於 物體的密度 租物 乘以什麼呢 乘以V物 乘以物體的體積對不對 可是呢 浮力卻會等於什麼東西 浮力卻會等於 異面下體積 乘以液體密度 所以呢 在這裡它就變成 液體密度 租L 去乘以Vプラ 對吧 可以接受喔 可以喔 所以呢 我們說 喔 所以如果 你一個東西 它可以浮在水面 就代表 它的密度怎麼樣 你看你浮在水面 你浮在水面 就代表 物體體積很大 結果 你的 它的液面下體積 卻很小 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代表什麼呢 你這個物體的密度 實際上 反過來要 很小 而液體密度要很大 所以我們才會 在國小的時候 學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概念 實際上是 阿基米的原理 反推出來的 了解嗎 可以理解喔 這是阿基米的原理 反推出來的 所以呢 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呢 可以把什麼東西 倒過來寫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喔 那根據這個條件 物體密度乘以 物體體積會等於 異面下體積乘以液體密度 所以反過來說 我物體的密度就是什麼呢 物體的密度就是 物體的總體積去分支 異面下體積 對啦 所以想像一下一個畫面 一塊一公斤的木頭 跟一塊一公斤的保麗龍 一起丟到水裡面 誰會浮起來 兩個都會 木頭跟保麗龍 一起丟到水裡面 兩個都會浮起來 木頭不會浮 我們不考慮那種沉木 好不好 我們考慮劣質一點的木頭 所以木頭丟到水裡面會浮 保麗龍丟到水裡面也會浮對不對 好 所以一樣都一公斤對吧 好 一樣都一公斤對吧 好 所以一樣都一公斤 問題來了 他們的異面下體積誰要比較大 不錯 一樣大 因為他們都浮起來 所以他們的浮力都要相等 對不對 所以浮力相等 排開的液體量也要相等 對吧 可以理解嗎 好 那我們再來想像一個畫面 一個空的鋁罐 跟一個裡面還有一點點飲料的鋁罐 丟到水裡面 哪一個浮得比較高 空鋁罐 為什麼 比較輕 比較輕 對不對 所以他排水量就會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呢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一樣的體積他比較輕 所以代表他密度其實是比較小的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一樣大塊的木頭 跟一樣大塊的保麗龍 一起丟到水裡面 兩個都會浮對不對 可是哪一個吃水吃比較多 有沒有看過保麗龍 所以保麗龍浮在水面上是浮得很高 還是吃水吃的很多 浮得很高 浮得很高 所以浮得很高代表什麼意思 他排水量很少 所以浮力很小 所以他的重量也很小 可是他的體積卻這麼大 所以代表他的密度很小 而木頭一樣大塊 吃水會吃很多 可是大概是浮起來了 所以代表他的密度 鼻水還要更下 只是跟水可能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他要吃多一點水 才可以換到他藥的浮力 可以理解嗎 有 有那種在中間的 那種叫懸浮體 但是我這裡先不考慮 懸浮體啦 懸浮體啦 那等一下再講 那是懸浮的 那先不講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可以得到 物體的密度會等於 物體的一面下體積分之 液體密度再乘以 物體的密度會等於 物體體積分之 一面下體積再乘以 液體密度 OK嗎 好 所以我們想像一下一個畫面 想像一個畫面 如果今天有個東西 密度0.8 的一個物體 我把它丟到水裡面 噗咚 不動 就算水裡面不動 它會浮起來對不對 所以它浮的樣子 會比較接近哪個樣子 它會變成這個樣子 還是一半一半 還是這個樣子 第一第二第三 它比較接近哪一個 它應該要比較接近 為什麼 它的密度是不是跟水很接近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假設它的體積叫做V 我們說0.8乘以V 要等於E乘以VPlant 對不對 所以VPlant應該就要 把E除過來的差 所以這個VPlant就要等於0.8V 對不對 所以它就要在水裡面佔80% 而在意面上的就有20%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那如果今天呢 有個東西 它這個東西 正方形 結果它的密度是什麼呢 它的密度呢 假設是0.25 所以丟下去 會怎麼樣 它會比較接近1 2 3 哪一個圖 它會比較接近3 為什麼 因為 它密度0.25 所以0.25乘以V 會等於水的密度第一 乘以VPlant 所以它的VPlant 它硬面下只需要多少 25%就夠了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如果一個東西丟到水裡面 它浮起來 它浮得越高 就代表它跟水的密度 差的越多 而且是小很多 對不對 那如果一個東西丟到水裡面 它沉得滿下去的 可是還露出一點點頭在水面上 就代表其實它的密度跟水 相接近 只是呢 比水小一點點而已 了解嗎 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 物體在液體底下的體積比 來判斷說 這個物體的密度 有多大 OK喔 好 所以呢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所以那當然這裡呢 就不用特別講了 因為你都已經沉下去了 所以呢 物體密度肯定是怎麼樣 大於液體密度 對吧 好 好 所以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裡呢 直接找一體給各位練習 所以找一體給各位練習 所以呢 在這裡很快的來看一下 來 體積10 質量5的木球 靜止在水面下面敘述核者正確 木球受福利10公克重 木球的合力5公克重 它至少受兩個力作用 珠以上幾十 C C OK 那告訴我浮力多大 那合力多大 OK 很好 沒錯 它的浮力呢 因為它浮起來 所以浮力等於重力 所以浮力應該是5 合力應該是0 所以至少受兩個力作用 對吧 而且它的液面下體積 要多少 它的液面下體積是不是 就要5立方公分 對不對 5立方公分乘以水的密度1 所以它就可以獲得5公克重的福利 對吧 可以接送 好 再來第五題 很快的來看第五題 來 第五題 下療合者跟福利的應用無關 潛水體有沒有關 有啦 所以余標也有關嘛 再來熱氣球也有關 放風針呢 沒有 沒有 好再來 那呢 第六題就是我剛剛講的那種東西啦 密度0.8 丟到密度1.2的實驗水裡面 會有多少部分的體積露出水面 所以假設木塊體積叫做V 所以我們可以寫上0.8乘以V 這個是木頭的總重量 它要等於福利V 對不對 所以福利V就會等於什麼呢 1.2乘以V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V 就等於三分之二V 對吧 所以它會有三分之一在水上 對不對 可以理解齁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密度 木塊的密度只有0.6 它就會一半在水下 一半在水上 而且齁 所以 來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東西也一樣 只是它是怎麼樣 反過來問的而已 假的質量有八尺 體積有100 對不對 所以密度多少 0.8 所以要三分之二在意面底下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再來 那我們快點來看一下 第八題 那第八題這種題目也一樣 來 一個密度0.5體積80的東西 丟到水裡面 它的浮力有多大 所以記住 先判斷它是什麼 乘體還是浮體 所以呢密度0.5 所以可以判斷它是浮體 所以浮體浮力就等於重力 所以重力有多重 體積乘以密度 所以 體積V乘以密度0.5 所以等於40 所以浮力就40 OK嗎 OK嗎 好 所以第九題呢 這個東西密度多大 一面下體積乘以密度 一面下體積占全部體積的五分之三 所以它的密度是不是一半多一點 對不對 是不是比這個二的還要一半多一點 來 老樣子 公式寫出來 公式寫出來答案就出來了 第一個它是浮體 對不對 來看前面囉 因為它是浮體 所以來 第九題 來 因為它是浮體 所以浮力等於重力 所以根據阿基米的原理 浮力等於一面下體積乘以一體密度 對吧 所以它在一面下是五分之三 所以來 我們寫五分之三V乘以一體密度多少 所以它會等於這一個物體的體積 一個V乘以多少 物體的密度 所以 消一消 VV消消 五分之三乘以二 不就是1.2 所以密度就是多少 1.2阿 對不對 會不會很難 腦子會不會亂掉 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喔 所以福利很難 先講 福利它其實是難的單元 所以在台中有些私立學校 當然是把福利排到暑假才加 暑假兩個禮拜把福利交 因為福利實際上蠻難的 你看他們會 但是他們會死很快 如果沒有 學的很扎實的話 一下子就不居了 好 再來 好像是在 會考前幾個月 就把中間都教完 然後剩下的十題 然後復習 很正常 所以 欸 來看一下 第十題 第十題 哪一個東西在空氣中是200 在水中 變160 所以 欸 關鍵字出來的 浮力有多大 40 物體在液體中 減少的重量 所以它的浮力就是 40 好 所以浮力40 代表什麼意思 液面下體積乘液體密度 也要 40 所以它在液面下 就有40 立方公分 那你都已經乘下去了 對吧 所以你的物體體積 跟你的液面下體積 是 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就是多少 40 乘0 V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40呢 除了是 V 它同時也是物體的 V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那物體的密度 就會等於什麼 它的總重量 其實是 200公克 而且它的體積是 40 立方公分 所以它的密度就是 多少 5 對不對 會不會很難 跟得上嗎 跟得上嗎 跟得上 所以小心 浮力這裡的計算器 很愛在那邊 體積啦 密度啦 成浮體啦 質量啦 這樣子跟你換過來換過去 他們很喜歡這五個東西 換過來換過去 但是不管怎麼換 找過原則 浮體就是浮力的重力 所以 當你發現 力平衡解決不了 就是阿基敏的原理 異面下體積乘液體密度 OK嗎 那如果是成體 肯定有沒有力平衡 沒有 所以就直接 阿基敏的原理 OK嗎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我們呢 再來多練幾期 來 那呢 11期 欸 一個密度2 質量100 放到水中 只剩60 所以這裡來 浮力多少 40 浮力40 所以你看前面這一句話 密度2 這個就是什麼 廢物資訊 OK嗎 這個東西就是廢物資訊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沒有用 沒有用阿 好不好 沒有用 所以你們呢 可能會有些人會奇怪咧 我這樣子除完應該是50阿 對不對 我的體積應該是50阿 可是為什麼浮力只有40 欸人家有沒有跟你說完全泡在水中 有沒有 對啊 他什麼都沒有講 所以就有點像剛剛畫的那個胖子 一般泡在水裡面一樣 OK嗎 所以當他題目沒有特別講的時候 實際上你不要太先入為主 認為他是絕對的浮體或是絕對的成體 了解嗎 好 再來 12 來 密度0.7的物體100地方公分 放到水中達到平衡的時候 露出水面的體積幾地方公分 快 水的密度是1 它的密度是0.7 0.7 所以它會有0.3的部分會暴露在水面上 對不對 所以 總體積100所以它就會暴露出 30 對嗎 跟得上嗎 好 來 再來16體給他一個水 直接跳到16體 來一個密度0.75的物體 30地方公分 丟到水裡面什麼體 丟到水裡面密度0.75 丟到水裡面是 什麼體 浮體 浮體 丟到酒精裡面也是 浮體 所以浮體的浮力等於 重力 對不對 所以浮體浮力等於重力 所以排開立體重也等於 浮力 對吧 所以浮力一樣 排開的重也要跟著 一樣 好解喔 所以這種題目呢 寫得很複雜 但是你只要發現到 關鍵字很快就可以解決掉它 讓我們說到底什麼叫浮力 那浮力其實是 因為液體的壓力差 所造成的一個往上的力 所以你想像一下 如果一個物體有厚度的話 在側向它的側面壓力會完全低消 對不對 可是它的上下壓力有沒有辦法完全低消 實際上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呢 當這個物體承受的上壓力 跟下壓力 然後再乘以面積 互相抵消完之後 上壓力 乘以面積 最後得到的這個差異 這個往上的力 我們就把它叫做浮力 OK嗎 我們來看一下浮力酒攀 浮力酒攀 來 那呢 看一下標題 來標題是什麼 相同的物體 在混同液體下的狀況 所以呢 物體都一樣 只有液體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分別給這個液體 我們來比一比 比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比一下 這個物體在A一體中 跟在B一體中 誰的浮力比較大 所以A跟B 誰的浮力大 對啊 錯 一樣 一樣大 因為它已經是相同的物體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它一公斤浮起來了 浮力就是一公斤 它也一公斤 它也浮起來了 所以浮力還是一公斤 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所以呢 因為它們兩個都是浮體 所以浮體的浮力要等於重力 那一公斤 一公斤重力一樣 都是浮體 所以浮力也都是一公斤 所以浮力也要一樣 所以在這裡重點 第一個 浮力會一樣 所以呢 舉個例子像什麼呢 船在河中 或是船在海中 船在河中 船在海中 它都會浮起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江河是為了陣營 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淡水 而江海代表它是什麼 潛水 所以代表什麼 運度不一樣 對不對 OK嗎 所以呢 船呢其實如果你們有機會 去看到那個 國際航運的那一種大的貨輪 那一種大的貨輪呢 在船口的地方 實際上它會有刻度線 這個刻度線 他們是叫做吃水線 好 可是呢問題是什麼呢 全世界的海水密度都一樣嘛 不一樣 有些地方密度高 有些地方密度低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艘船的重量 假設都是固定不變的 當它開到密度比較大的 海裡面的時候 譬如說像北極海 溫度很低 密度很大 當它開到北極海的時候呢 因為海水密度大 所以它只需要一點點體積 它就可以獲得胎藥的福利 對不對 它只要一點點的液面下體積 它就可以獲得胎藥的福利 所以它在北極海的時候 在密度大的海水的時候 它吃水線會吃比較 可是呢 當這種貨輪呢 一直往河口開 譬如說像上海 上海剛好就在哪裡 長江出海口附近嘛 對不對 所以當它開到那一邊的時候 欸 長江出海口淡水灌進來海裡面 所以這邊的海水密度 海水濃度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濃度變低 密度變低 可是它還是想要浮起來嘛 對不對 所以它就得用比較多的體積來 換浮力 有沒有問題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說 那呢 請問一下 A的密度大 還是 B的密度大 A一體的密度大 還是 B一體的密度大 蜘蛛 力平衡 只能幫你解決這一個 下一個力平衡解決得了嗎 解決不了你們還有第二招 福利就只有玩兩招 好 阿基尼的原理 阿基尼的原理講什麼 E面下體積乘以 E體密度 所以來看好囉 A這裡的E面下體積是這一塊 V的E面下體積是這一塊 福利一樣 所以我們說 VPlant乘以 VPlant乘A 會等於這一邊的 我們用DoublePlant 我們用DoublePlant 會等於什麼呢 VDoublePlant乘B 對不對 而且根據福利相同 所以這兩個乘起來 也要相同 對吧 所以接下來 就只剩下單純的 比大小而已 所以這裡E面下體積小 所以代表密度就大 而這裡E面下體積大 看過來代表密度就小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可以說 A的密度比較大 OK嗎 所以密度大的水 它可以讓船的吃水線吃比較淺 OK嗎 那密度比較小的水 船在吃水就會吃得比較深 所以像有些貨輪 如果要開進去上海港的話 他們呢 要看潮汐 要不然如果是在退潮時間開進去 卡住 對可能會卡住 OK嗎 因為海水就已經叫淡了啊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你又退潮 所以很容易就擱淺 OK嗎 所以這個我知道 會不會很難 會不會很難 不會喔 所以呢 伏地久判第二種判斷 來 那呢 C的伏地大 還是豬的伏地大 C C 來實際上C 為什麼 因為C是浮體 豬碰到底下是層體 豬碰到底下是層體 你只需要判斷浮體層體 OK嗎 你只需要判斷浮體層體就好 所以C是浮體 代表什麼意思 浮力等重力 所以這個東西一公斤 C的浮力就是 一公斤 豬乘下去了 所以 這個東西一公斤 所以浮力有沒有一公斤 沒有 沒有 就這樣子而已 會不會很難 不會啦 來 所以呢 我們說 那 在這裡 我們 C等明度大 還是 豬等明度大 C 為什麼是C 因為 一樣 處理不了的 利平能處理不了 就交給 阿金 阿金 對 對 這裡 V プラ 乘以 出 C 他已經怎麼樣 他已經比這一個 V Double プラ 乘以 豬 豬 還要大 可是有沒有發現 人家呢 這裡體積好小 你這裡體積好大 結果乘上密度之後 這一組還是比後面這一組大 對不對 所以代表這一個豬 C是怎麼樣 大大 超大 對不對 阿所以這個豬就是 小小 對不對 所以用這種方法判斷是比較簡單 對吧 所以呢 我們可以說 所以在這裡 就會寫成這個樣子 OK嗎 所以我們一樣舉個例子 我們一樣舉個例子 所以 來 還記不記得 我之前有跟你們講過 水銀 密度13.6 它可以拿來幹嘛 淘金 對不對 你只要把沙子倒進去 就好了 所以沙子倒進去之後 沙子會浮起來 黃金會沈下去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你用水來弄的話 沙子跟黃金都會沈下去 所以我們說 沙子在哪裡呢 沙子在水銀中 沙子 OK嗎 跟在哪裡呢 在水中 可以理解齁 可以洗菜包 可以啊 所以沙子在水銀裡面 它會浮起來 所以它比較接近誰 它比較接近 C的狀況 那如果在水中 它會沈 所以代表它是 豬的狀況 可以理解齁 來 那所以像這裡 來 船在河中 是A還是B 船在河中 對 它是B 船在海中 反而是 A 可以了嗎 好 那呢 最後這裡 是 同樣的物體 都沈在議題中 所以 E的浮力大 還是 F的浮力大 抽 在這裡 記住 無法反過 為什麼 為什麼 無法判斷 對 兩個大小都無法判斷 為什麼 兩個都是成體啊 對不對 兩個都是成體啊 所以我只知道浮力比重力小而已 可是阿基米的原理有沒有用 阿基米的原理你至少要知道 液體密度吧 對不對 一面下體積兩個都一樣 可是至少要知道液體密度吧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裡你也不知道液體密度的狀況 你只能用什麼呢 用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呢 在這裡 雖然說 然後 我們說他無法判斷 噴特 人生就是 就這個噴特 來 噴特 噴特 密度大的 浮力就大 記住喔 密度大的 浮力就大 所以呢 就像什麼呢 來 就像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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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在海裡 跟 塵在河裡 一樣的石頭 同一塊石頭 一個塵在海水裡面 一個塵在河水裡面 誰的福利檔 海水 為什麼 根據 阿基米 阿基米的原理 異面下體積乘以液體密度 對不對 Vプラン乘以DL 對吧 所以你異面下體積都一樣 都沉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代表你密度大的 浮力 就要大 對不對 所以呢 在這裡 石頭如果 塵在海中 那海中怎麼樣 海 海 就是密度大 所以 浮力 就大 OK嗎 好 海水就是密度大 浮力大 那河水就是什麼 密度小 所以 浮力就 跟著小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所以 浮力久 到這裡 還有 三組 對 這邊 對 應該說還有六組判斷 六組 浮力久 浮力久 我們已經講三個了 對不對 好 可以嗎 所以 對那些都是十星的 我們都講到十星的 所以呢 浮力久 來 我們很快的 來把浮力久 下一組判斷 也把它 講一講 全部一起喔 對 全部一起啊 因為這個東西很簡單 我吸收不了 沒關係 你這裡 仔細聽就好 這裡仔細聽就好 來 來 在這裡我們說質量不同 質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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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不同密度的 磁性物體 在相同液體的狀況 所以來 在這裡 A B C Z E F 來 告訴我們 A的浮力大 還是 B的浮力大 C的浮力大 還是 豬的浮力大 再來 E的浮力大 還是 F的浮力大 來 記住 第一個 誰比較大 一樣 為什麼 同質量嘛 A1公斤 B也1公斤 A1公斤浮起來了 浮力1公斤 中 B也1公斤浮起來了 所以浮力也是 1公斤中 所以這裡就可以寫個 等 好 來 再來 C跟豬 誰的浮力大 為什麼 因為他浮起來了 所以他浮起來了 浮力就等於重力 所以 C1公斤 豬也1公斤 對不對 可是C乘下去 所以代表C的浮力浮到1公斤 而豬浮起來 所以代表浮力等於1公斤 對不對 對 再來1 跟F誰的浮力大 一樣 欸 會渴 記住 力平衡解決不了的事情 就交給阿基米的 所以力平衡解決不了的 是浮體還是成體 成體 所以成體你不用想那麼多 直接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阿基米的原理只能告訴你三句話 浮力等於什麼 物體在液體中所減少的 重 第二個是什麼 排胎 會減少面積 液體的 重 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液面下體積乘以 液體密度 有沒有發現關鍵字出來 液體密度 他們都在同意 液面下體積 所以誰的液面下體積比較大 對 所以我們說 這裡 V'E 怎麼樣呢 跟這裡 V'F 比起來 V'F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這裡寫給你 因為這個東西 你們很容易錯 因為 V'E 小於 V'F 所以 V'E 乘以液體密度 主L 也會 V'F 乘以液體密度 所以結論就是什麼 E的浮力 小於 F的浮力 OK嗎 所以 問題來囉 大石頭跟小石頭 兩個一起沈到水中 誰的浮力大 大石頭 為什麼 排水量大 OK嗎 一公斤的石頭 跟一公斤的木頭 丟到水裡面 石頭沈下去了 木頭浮起來了 誰的浮力大 一樣 木頭 那一公斤的保利龍 跟一公斤的木頭 丟到水裡面 兩個都浮起來了 只是一個吃水吃很深 一個吃水吃很淺 請問一下誰的浮力大 一樣大 所以有沒有發現 保利龍 木頭 石頭 木頭 小石頭 大石頭 會不會很難 你把邏輯思考建立起來 後面的就很簡單 所以來 福利酒看 最後一組判斷 來 那這裡呢 要求 同體積 但是不同密度 所以 同體積 但是不同密度 所以 同體積 不同密度的實行物體 所以一樣 A B 來 C 來 C 出 E F 好 A跟B 誰的福利大 真的一樣 真的一樣 他們重量不一樣 他們重量 我又沒有告訴你一樣 我只告訴你他的體積一樣 對不對 所以 記住 福體 你要用力平衡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多重 對不對 你不知道他有多重 就沒用 你不知道福利也沒用 所以呢 當你力平衡處理不了的時候 就是直接往下一步 什麼東西 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阿基米的原理只告訴你三件事情 福利等於 物體在議題中減少的 總 再來 他會等於抬開的議題 總 也會等於 異面下體積成立 關鍵字 異面下體積 這裡 異面下體積 所以 因為VプランA大於VプランB 所以A的福利比B大 OK嗎 可以理解嗎 所以記住 當你重量解決不了的時候 就交給阿基米的原理 所以 接下來 C的福利大 還是 豬的福利大 利平衡解決不了 就交給阿基米的 所以哪一個 C 對 C的福利大 再來 那E跟F的福利 誰比較大 不要懷疑 對 一樣大 我原本以為你會打錯 因為他們異面下體積是相同的 所以 福利一樣 OK嗎 好 所以來這裡 其實聽到 一樣大塊的木頭 跟一樣大塊的 保麗龍 誰的福利大 一樣大塊 我沒有說重量 一樣大塊 木頭是不是吃水吃的比例比較多 保麗龍吃水吃的比例比較少 對不對 所以木頭吃水量多 排水量多 福利就 大塊 保麗龍 吃水少排水少 福利就 下 所以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知道 下一件事情 A的密度大 還是 B的密度大 是不是就是A的密度大 因為它比較重 所以它要吃比較多的水 對不對 再來 那呢 一樣大塊的石頭跟木頭 丟到水裡面 石頭沉下去 木頭浮起來 小心了 這一個很容易騙人 一樣大塊的石頭跟它哪 丟到水裡面 石頭沉下去 木頭浮起來 誰的福利大 一樣大塊的石頭跟一樣大塊的木頭 丟到水裡面 石頭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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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頭浮起來 錯 石頭 排水量 因為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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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姐姐的石頭與木頭在組裝 石頭就是C 木頭就是豬 來告訴你為什麼會這樣 石頭 石頭假設是100立方公分 木頭也是100立方公分 可是石頭的密度我們用3好了 石頭的密度如果等於3 木頭的密度如果只等於0.6 所以木頭會浮起來很正常對不對 所以木頭的浮力會有多少 會有60對吧 浮體的浮力等於重力 對吧 可是石頭會沉下去耶 所以沉下去的時候我們只能用阿基敏的原理對不對 所以一面下體積就是石頭體積 所以它的浮力會是多少 100 可是不要忘了它的重力其實有多少 300 所以雖然它沉下去了 可是它的浮力還是比木頭大 只是它的浮力夠不夠支撐它的重力 不夠 OK嗎 所以不要被這種題目騙 這個是最容易騙到各位感情的題目 因為你們都會有一個下意識覺得 浮起來好像浮力要比較大對不對 這是錯誤的觀念 浮起來浮力大只在一個狀況下合理 我知道質量的時候它才合理 當我不知道質量的時候就是阿基敏的原理 看誰吃水多誰就贏 OK嗎 好 所以最後這一個就不用解釋了吧 一面下體積大家都一樣 所以一樣體積的金塊跟一樣體積的石頭 丟到水裡面誰的福利大 一樣大 不過金塊我們會去老回來 比較直前吧 比較直前吧 知道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有沒有問題 金有狠